吴启华或28岁内地富婆庆生转有新欢 历两段婚姻曾被封渣男 上月19日刚度过59岁生日的吴启华 近年常驻内地发展 早与内地女星石阳子结婚的她 已于2014年结束婚姻 但日前吴启华或一位年轻富婆为她庆祝生日 并写道 给不老男神庆生 嫁艳是对朋友的最高礼遇 华哥生日快乐 所有好朋友都过来给华哥庆祝生日 吴启华虽已是花甲之年 但穿上鲜艳橙色Polo絮 外貌及身形依旧保持得很好 与这位年轻美女合照也不觉有很大差距 有网民就猜测吴启华是否有第三春 这位28岁内地美女 是高级珠宝品牌创始人 还是翡翠鉴定师及宝石鉴定专家 会亲自到开采场地督工 亦经常出入各大拍卖会 常在社交网大赛奢华生活 包括豪宅 名贵珠宝首饰及名牌手带等 依爱赛车 高尔夫及瑜伽等运动 身形火辣性感 他近日大赛与吴启华庆祝的照片 招呼对方到家中做客 并准备了刺身 海胆及茅台等美酒加行 还送上一个ROLOX名表造型的生日蛋糕 吴启华1983年在TVB出道 早年在流氓大亨中 饰演反派展露头角 但演艺生意经历几番起跌 在低潮期甚至与叶子梅等艳星 拍过三集天玉蒲团之偷情宝剑 直到1998年 平妙守人心 让承治梅一绝爆红 出演艺录外 她的情史也很丰富 曾与蓝结英 曾华倩 李美贤 及见美小姐和美婷 传出绯闻 她1991年28岁时就结婚 当时与泰国富商的千金Varentra一见钟情下闪婚 但这段关系五年后便结束 她承认当时结婚决定太草率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之后她施奶杀手的形象 吸引了东北女演员金巧巧 因合作内地剧绝尸双交而发展成恋人 但两人离离合合 更有指 吴启华当时恋上TVB剧《黑夜彩虹》的演员罗永贤 吴启华更在此段期间 被传出赵记等丑闻 他之后曾只是受到前度计算而显明声净毁 不过吴启华并未因此对内地女星却步 2007年43岁的他 当众跪地向年龄相差21岁的内地女星施养子求婚 两人婚后育有一女 直至2014年结婚7年婚姻关系 更有传女方花了他5亿 吴启华爱年轻内地女生 又保养得宜 说不定随时可迎来第三春